今年来不少圈中艺人不再回避自己的性取向,勇敢选择出柜,昨天不幸堕楼身亡的卢凯彤就是其中一员。 然而当他在金曲奖上公开和台湾女摄影师于静平的同性婚姻时,却引发怀然,再加上童年悲惨经历,以及遭遇症的病史,让他压力倍增,严重时不仅晚晚失眠,还会自残。 说到底,虽然社会在进步,但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歧视仍然存在,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,很可能会和卢凯彤那八身陷造欲症之中,无法自拔。 不过白事皆有例外,有的时候只要家人理解支持,不论同性婚姻还是不婚,都是幸福的。 比如TVB的绿叶配角王贤智,就于2013年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,不但父母没有反对,还在结婚当日到场祝贺,愤外开明,说起王贤智,大家可能不熟悉,但是看过TVB剧集的应该会有印象。 像当年他在呼舞黄沙中饰演离子的初恋演万篇,就热蓝不少非议,很多网友觉得这个二少爷太丑,根本配不上名奉,但其实出身名门的王贤智,身交高达30亿,拍戏只是兴趣而已,所以就算做不了主角,也依然能够活得很好。 而家教严格的他也从未显摆过自己的家世,也没想着依靠与郑贾盈,像海兰的亲戚关系,在TVB屏幕清云,从出道至今,尽管一直得不到重用,却还是很珍惜每一个机会。 不过2012年开始,因为父亲的关系,王贤智已经逐渐淡出目前,这座保健品生意,而脱会经营的他,将工资从最初的500万资本扩张到2500万,堪称爱情事业双丰收。